習兆平委員辦公室執行長林執行長 也謝謝今天的麗玲 過去在立法院執行區委員常常提到這些事情 表示感謝之意 另外也謝謝我們金融市議會的黃議長 也常常關心地方的事情提醒我很多 還有很多包括我們鐵路警察局的陳局長 也蒂林還有我們台客館的服務主任 這中間我們有很多會議 大家經過很多磨合才能促成今天的故事 事實上剛才我們這個段長的報告裡面 講得很早95年就有這個計畫 事實上直到我96年底接任局長以後 這個計畫一直都好像沒有推動 最主要兩個原因 一個是找不到錢沒有經費 第二個是因為海科館的這個計畫 也是經過很多波折 最後在好幾位這個主任的努力之下才能夠定下來 當然這中間大概在98年的時候 我們鐵路警察局全力向中央爭取 才確定這個5000多萬的經費有所著落 那從當初開始包括整個工程的這個規劃期間 我們也非常感謝包括新北市政府 包括基隆市政府還有我們立法院所有的委員 經常給我們很多的這個指導 所以在整個申號線複使的過程中 包括像今天戰場的改善 特別是剛才申請障礙電梯 就是我們李委員這幾年幾乎每年都要盯我一次 大概每個月都要每年都要盯我一次 這個非常感謝 所以等於今天這個申號線的故事 一方面是我們等待已久的這個海科館千呼萬喚總出來的 那讓整個的新北市跟這個基隆地區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景點所在 那將來整個的平溪線跟我們的申號線呢 串聯起來的話 可以為整個的地區的觀光 跟他的經濟的發展呢 提升他更大的一個動靈 就是我一再要感謝跟感謝 那事實上我也要不再提到 在整個施工過程中 地方的鄉親啊 雖然有很多抱怨 但是也有很多的榮省 這部分我要特別提出來 跟這個地方的民眾鄉親啊 另外要特別揮個表達感謝之意 那最後我想我們整個申號線 因為我們的車輛是搖油線的齁 所以初期呢 剛才迪維也有追尋齁 大概是每天是十個網板齁 就是叫有20% 運能來講的話 一天大概只能載大概七八千人齁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平溪縣平常日 就有將近四千多里市 假日齁 可能也超過一萬 剛才我跟朱市長報告 這個因為這幾年來 平溪縣在市長 在整個觀光團隊 還有我們交通局 大家這個努力之下 越來越紅了 這個台鐵都在那邊 後面趕 車子都趕不出來 不過也還好 我們的新車齁 在三位立法委員的這個指導協助之下 總算多入新交車 對我們整個運量的輸解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想 今天的這個通車典禮 除了感謝 還是感謝 感謝大家 感謝所有貴賓 感謝所有鄉親 還有我們這個台鐵同仁 大家的努力 才能促成今天的這個通車典禮 最後 就敬祝所有的嘉賓 身體健康 萬事如一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